花莲施工所原住民拉拉爸志工队 从三月中开始 就在花莲市各福奇站以及文建站 陆续地展开一连串的一检服务 23号的上午一检志工队 在队长陈阿妹的带领下 来到了吉保甘部落文建站 现场有20多位长者 在志工的桥手下换了新发型 各个都觉得神清气爽 志工们拿着剃刀仔细帮长辈们打理出理想法型 这是23号上午花莲市拉拉爸志工队 在吉保甘部落文建站提供的一检服务 有很多老人家一大早就来到这里登记 期待志工可以为自己设计出好看的法型 我觉得很棒 因为他们每次都到文建站那边帮我们剪头发 真的是我们很高兴 因为第一次他有帮我剪过 我都让他看我的这个 美貌虽然老了头发要漂亮一点 很好啊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 对我们这个老人来讲是最好的那个 如果每三个月都能够有一次的话 应该会得到大家更多的满意的 我们的成员大部分都是花莲市的团队 一检的他们自己都有开店 他们牺牲他们的时间来做公益这样子 给社区的长者能够健康快乐幸福这样子 市长温家贤前往文建站向长辈们问安受到热烈欢迎 他也亲自拿起吹风机帮老人加整把 并且向热忱服务的拉拉爸志工队表达感谢 平常在家里面是帮孩子吹头发 吹得比较不顺手 常常会烫到小孩子 那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都有还有他的专业 那我们希望也是谢谢这么多的志工伙伴 长期以来对于花莲市长辈的一个协助跟益助 那我们知道有一些长辈 长期以来可能只有一个人在家里面 然后行动也比较不方便 那我们也是挑选了几个据点 那一年总共有36场次的一个巡回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协助这些长辈 也能够在剪头发的时间跟长辈聊聊天 那让他们能够很开心很快乐 那也谢谢我们原型客的同仁 跟我们拉拉爸志工队的益检队的每一位伙伴 拉拉爸志工队的益检服务 全年度有36个场次 服务对象不只是原住民 更把触角深入市区的贫困家庭 还有独居、单亲、福气站、部落文件站等 透过益检服务 递送温泉到各个弱势角落 借学历群华联市报导